換句話說 自從我們一念不絕 我們開始有這個生命以後 我們所造作的散熱液 都被滴發式好好的保存 除非這個種子已經起現形了 這個果爆已經承受完了 那麼這個種子就消失掉 只要這個種子還沒有起現形 它就永遠存在 乃至領入了聖位 都不可以避免 我講一個小故事 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麼這個事情的發生 是在佛陀滅入大概200年左右 一帶印度 佛陀滅入200年左右 那個時候印度所謂的進度所謂 布派佛教 那麼其中有一個布派 有一個比丘啊 叫做黎耶尊者 黎是離開的黎耶 是超黎耶尊者 那麼黎耶尊者 他是在布派佛教裡面出家 那麼出家以後呢 他精進的修行 他正在阿羅漢國 那麼正在阿羅漢國以後啊 他就離開了他的布派生產的 就離開一個人到山上裡面去住了 那麼他是一個大羅漢啊 當然有威德啊 很多人來親近他 他就慢慢慢慢地 就集中很多的在家出家的弟子 很多人來跟他親近 跟他學習佛法 那麼他也是經常為這個弟子做定期的開始了 那麼有一天啊 這個黎耶尊者 當然他成立奧羅漢國以後 他也是經常打坐固定啊 那麼觀察我們的色受想行事 那麼觀察他是不盡苦無常無我 才是修行念書 那麼有一天啊 他在自己打坐的時候啊 他動一個鏈頭 他說哎呦哎呀 我這個衣服啊 穿太久了 沒有染色了 慢慢變白了 在我們這個比丘界規定啊 衣服不能夠穿白色的 要穿壞色衣 那麼他就覺得說 我應該把我這個衣服再染一下 那麼他這個時候就出席 就跑到一個人就跑到這個山上去 拿到很多樹葉 有一個水去煮 然後煮了以後呢 這個樹葉有綠色的有紅色的 就煮出了一個暗紅色的枝 然後他就把衣服脫掉 就放到枝裡面去倒 就染這個色 那麼正當他染的時候呢 有一個熔屋來了 氣沖沖的 這個熔屋他的牛丟掉了 那麼他看到這個 這個一個出條狀在那邊燒東西啊 他一過去啊 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 他說哎呀他看到他所看到的啊 就是啊 這個暗紅色的這個水 他看上去是茄 那麼黎月尊哲的衣服呢 他就當作這是牛 這是牛的肉跟皮 他就說哎呀你這個醋叫中 真是大胆啊 把我的牛啊 殺了就是這樣子怎麼吃啊 那麼就抓著這個黎月尊哲啊 就到國王的地方去了 然後黎月尊哲都以此保持默然 都不回答 那麼到國王的地方去 國王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殺了他的牛呢 黎月尊哲也保持默然 那保持默然就是國王的中國說 你等於是默認啊 就判刑判了十二年 那麼這個這個 當然這個他是一個一個地方的善之士 他一離開以後啊 地址就是找啊 在家出家的地址就找失誤 不見了 那麼黎月尊哲就以他的神通力啊 使命他所有的地址都發現 沒辦法發現他的存在 那麼他就在监狱裡面待了十二年啊 每天啊就是為這個 這個這個 裡面的监狱裡面啊 清理這個療房 這個環境 白天清理這個療房 晚上他都進入禪定了 善命的境界 那麼到了 這樣子經過了十二年 最後一天啊 把這個 劳力啊 浮滿了 出來了 那麼他一出到监狱以後啊 他當然他還有一件事情啊 他要 離開了前天晚上 他就入定 在定中呢 就把這個信息告訴他所有的地址 因為他的地址裡面也有一些是阿羅漢 就告訴他說 我明天要出來了 你們明天可以來接我 那麼他當然他明天出一的時候 很多弟子啊 在家出家都來迎接他 那麼這個阿羅漢呢 他一出到监狱以後啊 他在监狱裡面看起來是一個老鼻子 跟普通的患罪人一樣 他一走出建議啊 那可不得了 陷入神中在虛空裡面啊 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經驗上說 做十八神便 頭上出火 腳下出水 那麼身體變大變小 最後啊 就是陷入這個 廣大聲啊 那麼結交呼座 在虛空裡面結交呼座 身體放大光明 那麼他陷入神中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 哎呀這個人不得了啊 就把國王找來 那麼這國王一看 哎呀這個是個聖人啊 我們可是誤會他啦 就跟他懲悔啦 那麼他那裡面有很多在家地史 有的是還沒有進入聖會的 就很生氣說 我們應該把國王揪出來 土華 這國王啊 辦事不明 把我師父冤枉了 關了蛇女 那麼這個時候 你們大家都不要動 這個是我過去的業告 所以我過去啊 我曾經有一次做一個榮夫 那麼我的牛丟掉了 我到山上去找牛 結果我找不到 我看到一個出教人 一個修行人 在出教打坐 那麼我就啊 等於是嵌怒 我就說你一次把我牛丟掉了 那個修行人都默然 我就跑到罵了一頓 罵了以後啊 我下山以後 我把這件事情還是很生氣 我把這個事情啊 就告訴我的鄰居啊 我說這個修行人啊 應該要被關牢獄的 那麼我當時生氣的情況呢 一直維繫了十二十 十二個時 十二個時段 所以我今年 我現在啊 要受這十二年的在獄 這個是我的果報 所以我們在研究文事學啊 我們知道啊 只要是百千節啊 所造也不亡 一元灰時 果報凡之數 你看聖人都不能夠 免離這個英國的法則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清楚了 這個聖人受火報啊 也跟我們方不太一樣 這個聖人的第八十當中的 他只要進入出國 入了聖位啊 即使有一時民眾的 husband 他過去的惡業的種子 不管是五逆十二代代的種子 這個種子 已經不能夠 辛倫她的道三二道去了 她已經遠離 上二道的種報 這個種子呢 只能夠使令他產生別報 沒有種報 第二点 这个圣人他已经有我风的智慧 他能够观察五应身心 毕竟会无法剥索 在他受火爆的时候 没有痛苦的感受 这不是不同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讲到第八十的持种 他能够支持我们无始节来 善为有的种子 指令他不是不亡 这个称为第八十的依项 第三个果相 指示能以三戒四身五去等三乐业的一手果固 为有行众生一手总报的果体 指令一手的功能为指示的果相 那么第八十他能够隐身 隐身就变一件的意思了 他能够变一件三戒 一戒色戒无色戒 四身胎软私化 四身 五去 那么一般我们讲六道农围 有时候会讲五去 这个五去指着人天出生恶鬼地狱 那么这个时候阿修有就善到其他五去里面去了 那么神 善乐业的一手果 这个一手果就是我们果报题的 这一手就是果报的意思了 一时而守 一乐而守 便一而守 那么 他是我们有情众生 一手总报的果体 这个一手总报的果体怎么说 就是说前面的音像是说明第八次他能够持种 那么这个地方的果相 一手总报的果体是说 第八次他能够在一言成熟的时候 变渐出我们一起生命的果报 而且把我们这一集生命的果报 他能够使用他相续的支持下去 我们这一集的 那么三星世界一正出法都必须到第八次的支持 他是一手总报的果体 那么这个就是一手的功能 为此次的果相 不过这个果相啊 有时候也会改变了 比如说我们啊 那么我们过去造了很多善恶业 那么这个时候强者先迁 你的业力里面啊 最强的种子会起现起 那么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今天是忍法诀 那么我今天啊 造了一个很大的音力 比如说我今天啊 持八关在诀 那么八关在诀 是至少转轮胜亡 或者是持着亲近的话 是天的法诀 那佛都告诉我们 持八关在诀 一日一夜能够成就天的法诀 那么为什么我这个人的果报 还是人的果报呢 因为啊 我们这一集的生命 是被D8式兼顾的支持 你这个D8式的种子的功能 势力还没有消失掉 很像这个电瓶啊 这个电还没有放完 你这个果报是不能够消失掉 你必须等到你这一集果报结束了 你过去的业力中 才去现实 不过也有例外啊 比如说我们讲宋朝的这个 画家 赵子昂 那么赵子昂 他有 他很关系画画 画马 那么他有一次 他想画一些画一百匹马 结果画了九十九匹以后啊 最后一匹马 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他把前面的马 这个所有的姿态 这个 坐着蹲着 躺着 跑着都想过了 那么他就专心的内心啊 一直意念这个马的形象 结果他自己变了一个马的形象 那么他的夫人啊 在断开车给他喝的时候 一看到吓了一跳 这个杯子打到地上 那么他听到这个杯子 撞到地上的声音 啪一声 他就醒过来 又恢复人的相撞 那么从这个文士学的观点来看 这件事情啊 因为啊 他造这个马的业啊 势力太强了 他虽然这一集人的果报没有结束 但是他的业力太强 也可能把这个果报给递脱过来 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历史感应统计啊 也讲到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人 古说一个人啊 他在一件事情啊 发生啊 他产生一种丧品的称慧性 结果就从人啊 当下变成老虎 那么他虽然这个人的果报的种子 还在 但是都收回去了 那么这个老虎的果报先牵牵 业力是强者先牵 那么但是一般的情况呢 我们一起的果报呢 还是由第八字所提示 一直要等到这个种子 功能消失为止 那么这个是旧的义手 这义手就是果报了 就是他能够变现果报的功能 那么这个是第八字的果项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 第八字的志向 音项果项 那么从这个三个相当当中呢 我们能够大开的认识啊 第八字的整个功能 好我们再看 第十七面 第二颗 喜恶 所言形象 那么我们解释这个标题 所言是第八字所言的境界 形象呢 是第八字能言的心事 能言的功能 他能够攀岩的这个功能 叫形象 成为斯顿云 此事 习相 所言 因何 为 不可知 直受 促疗 那么成为斯顿上就讲到说 这个第八是他的形象 他这个形象 他能言的 这个心的功能 以及他所言的 其他所言的境界是什么呢 为 不可知 不可知 直受 促 促 我们解释这句话 那么我们先解释这个 了 了 了 为了 别 即是形象 是以了 别为形象 故 那么这个了 这了别 是说明这个地方 是人言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功能 那么这个心事 就是以了 别为形象 一般我们讲这个心 什么叫做心 心就是我们一个明了性 它能够对这个境界 产生明了分别的功能 那么设法 不管在什么境界 都不能够产生明了 所以这个 了 这个地方是他的形象 能够明了分别 外在的境界 那么这个是说明 他的能源 那么他的所言呢 有两个 一个是促 一个是直受 这个都是他所言的境界 首先我们先解释促 促为促所 及气势间 是诸有情 所依促故 那么这个促就是促所 那么就是整个气势间啊 整个三合大地啊 草木房舍等等 那么是我们有情众生啊 所依止的促所 一般我们讲 一一报的环境 是促 那么直受呢 直受有恶 为诸种子 与有根生 那么这个直受呢 包括我们 无始绝来的三个的种子 以及我们有肉的五根生 颜耳鼻舌身 这是我们的证报 这个五根生 就是我们的证报 的根生 颜耳鼻舌身 那么下面就说明 这个诸种子 对 五根生啊 诸种子者 为诸下民分别习近 那么 这个种子的产生啊 就是我们对一切法的这个相状 那么一切法有它的差别相状呢 比如闹钟的闹钟的相状 扶子扶子相状 那么我们众生呢 把每一个东西的相状 再加上名言 这个闹钟 这是扶子 这个是桌子 这个好人 这个坏人 再加上名言 那么这个相名 都是我们所分别的境界 那加上我们一个能分别的心 去接触一切的相名 那么接触以后呢 就炒成造业了 就所谓的习气就产生了 这个习气就是种子了 在我们第一报寺当中产生了种子 这个诸种子就是 我们的分别心 接触的一切的相名所产生的种子 那么有根生呢 为诸色根及根立出 这个诸色根 这个根啊 是我们这个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八四啊 身体了结的功能啊 必须要因此根 那么这个根呢 有两种 一个是诸色根 一个是根与处 这个诸色根呢 在文士学又叫做圣意根 圣意根 那么这个圣意根呢 它是一种亲近的四大 那么唯有天眼能见 肉眼不能见 所见的这个色法是很危险 但是它是一种设法 现在的医学教它是说 这个诸色根 这个近色根啊 圣意根啊 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那么 我是不懂医学的 不过我想啊 应该是有部分是相同 应该啊 不可能说医学人临死跟佛法临死能够完全相同 但是可能有很多地方是有相恋 那么这个诸色根是指的圣意根 它是一种亲近的四大 那么这个根医处呢 是浮沉根 这是初前的四大 比如说我们的眼球 我们的耳朵 那么这个是浮沉根 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 我的嘴巴 舌头 我的身体 原来的一舌身 这种根 浮沉根 那么这两个就是所谓的有根生了 那么这两个为什么称为直受呢 下面就说明了 此二皆是是所直受 设为自体同安为故 那么这个种子跟根生啊 都是第八是所直受 那么下面就解释直受了 它是设为自体同安为故 第八是把我们这个正报的歌声呢 把它设置为自体 而且同安为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体啊 那么我们的五根生啊 跟第八是同安为 我们的生命 比如说我的身体要受到伤害啊 我的生命就结束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兔 我们依报的环境呢 没有跟我们同安为 比如说你 你把我的杯子破坏了 虽然这个杯子是我的 依报的环境 是我的第八是 总是所变现 但第八是并没有把它设为自体同安为 你把这个杯子破坏了 并不会破坏我的生命 但是你要破坏我的五根生啊 对我的生命就产生直接的伤害 所以这个地方讲 同安为故 这个是说明我们的根生呢 跟我们的生命同安为 所以称为直受 那么我们再看往下看 那么直受跟处呢 都是第八是所言的境界 直受是我们的正报的根生 这个处是我们的气势间 一报的环境 这个都第八是的境界 那么二道也是因言利固 自体生死 内变为种 即有根生 外变为气 其所变为自所言 形象这样子的几库 那么第八是呢 因言利固 那么听讲 亲近本然 银河沪生 三河大地啊 这个 这个佛地就问佛陀说 佛陀你说我们 何其自信 本是亲近 那么一切本来是不存在的了 本来我们没有所谓的生命啊 正报依报 我们的建树 什么都不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今天就有这个东西出来 我看到 这个是我的太太 这是我先生 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怎么来的呢 因言利固 我们过去呢 所造作的三乐业 那么这个种子啊 这个时候成熟了 我们过去三乐业的种子成熟了 那么一切的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种子成熟以后啊 这个一切生命的自体 就生起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是呢 内变为种子跟我们根深 变现我们正报的根深 向外变现我们预报的环境 那么 即以所变 这个所变现的根深器械 那么 为他自己所缘的根深 形象 这样是 而得举顾 那么他能攀岩的心呢 就是依着他所缘的根深而生起的 换句话说呢 我们生命的开始以后啊 第八是 内变为根深 外变为气势间 这第八是所变现 然后第八是在去攀岩这个 他所变现的心结 可见呢 这个第八是所攀岩的心结很广 根深器械种子 都是第八是所叛岩的心结 那么 最后我们解释 不可知 不可知 为此形象 其唯维系 故 难可了知 那么 第八是呢 明了性啊 非常的伟细啊 不是我们三或二参所能了知的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以他的形象为细 来说明不可知 那么其次呢 第二个角度来说呢 或者所言 内变受近 亦伟细故 外变之间 量难测故 明不可知 或者这样讲 他所言的内变受近 他的五根深跟种子啊 那么这个根深的境界啊 很为细 那么这个是就所言来说了 那么这个外叉的气之间呢 他的量太广了 比如说我们 你看我们产生这一体的果报啊 这个分 外在的这个气之间的三额大地量太广了 这个量啊 难测 所以叫做不可知 这个不可知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就着他门眼的心 伟细 第二个呢 就着他所发言的境界 太广泛了 也这也说不可知 那么我们把这个 我们看十八面 那么十八面呢 我们把这个第八诗的 能源的心跟所言的境 说明 每一个诗都有他能源的心 跟所言的境 那么我们讲 不可知 是直受醋疗 不可知 是指着维系 或者是量寡 那么直受跟醋 这是他所言的境界 直受是指着五根生 跟他的种子 那么这个醋 指的是一报的气之间 那么不管是正报跟一报呢 还有种子呢 都是地报是所言的境界 这个叫做相分 这个是呢 这个是啊 我们防御的境界呢 是有人所的 我们去了别间就有人所 那么能了别的就见分 所了别的就是相分 所了别的境界就相分 那么这个了就了别 就第八诗帮能源的心 就是他第八诗帮的见分 那么不管是他所言的境界 或者能源的心事呢 都不是我们凡夫 我们二称所能够了知的 要不可知 在成为书论上说啊 我们一个凡夫纵生啊 要到出地以上 出地菩萨呢 成就所谓的根本质以后 才能够去发现第八诗的存在 要出地以上才可以 那么我们只能够依据圣言量 圣言量啊 佛陀这么说 我们就相信啊 我们相信我们 这个现前这些明鸟性啊 我们生命体道中有一个第八诗 他直传我们无始绝来 三个的种子 他变现我们一起的果报 那么在这个小诗的经论当中呢 佛陀并没有很明显地讲到第八诗 所以呢 这个大小诗对这个第八诗产生很多的真识 你比如说这个八诗可以上说 上说啊 二称不了因弥直 由此人心论主真 那么二称的圣者呢 对第八诗不能够明了 因为他的执着法诗 那么由此人心论主真啊 因为这个缘故呢 引起了大小诗的论诗啊 关于第八诗是不是存在啊 就产生很多的真识 那么成为书中里面 他提出了十点 来证明第八诗的存在 我只讲三点了 第一点 词总心 执尺的词 种子的种 心就是我们内心的心 持种心 就说啊 如果没有第八诗 那么一切善恶的种子 由谁来支持呢 我们过去说了善恶的种子 谁来支持 那么种子若没有支持 那么一切善恶的因果都不能成立了 所以必须有第八诗来持种 就着这个持种心的角度来看 必须有第八诗来持种 因为前六诗不能持种 为什么前六诗不能持种呢 因为前六诗是生灭的 它有时候存在 有时候不存在 你比如说前六诗 它有时候无无欣慰 因为第六诗 迷睡觉 睡觉你做梦 还有第六诗 你进入无梦状态 我们一天当中啊 大概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就是无梦状态 那么你无梦状态的时候 第六诗不起现行 不起活动了 如果第六诗来持种 那早早 所有种子都丢掉 它一不起现行 这个种子就断灭掉了 所以这个持种心 说明第八诗是能 因为第八诗是恒常 它的功能是相需的 所以它能持种 第二个意义熟心 就是说啊 我们有情众生啊 一起的生命的果报局啊 若没有第八诗 那么我们生命的果报 我们的一报正报 由谁来见现 由谁来指使呢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意义熟心是说啊 如果没有第八诗 那么我们有情众生 一起的生命 在六道当中 或者是出生道 或者恶鬼道 或者人道 那么这个一诗恶报 是谁变现呢 那么又是谁来指使它 指令这一集生命 只要因而没有结束 它不施不枉 是谁来指使 所以必须有第八诗 来指使这个 我们的果报 记手去 这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 灭定 有词 灭定 灭定定 灭定定 这个当中 还有心事的存在 这不是说明什么事呢 就是阿罗汉 那么这个比丘啊 他静定用功啊 已经拯救阿罗汉 那么阿罗汉的尊者 他经常入定啊 就是灭定定 那么他入灭定定以后啊 这个灭定定啊 他所有这个出的心事 都不起现行的 前六事都不起现行 但是呢 他也没有呼吸了 但是呢 他的身体温度还在 一个阿罗汉啊 不管他灭定多久 他灭定 乃至一劫 他生命不会坏 你看这个阿罗汉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 在成为事实上说呢 受软室互相移植 我们的寿命 跟我们身体的温度 跟我们这个室 这个室就第八室 互相移植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死亡啊 你看到身体的温度 在不在就知道了 受软室 只要有一个受软室 有一个没有了 三个都没有 就没有寿命 没有温度 这个室也没有 那么 这个阿罗汉 经常被定定 他的温度还在 那么 他的温度在 表示他的寿命也在 而且 他的地宝是在 那么 这个地方是寿命 怎么就是说 他有温度在 表示到寿命还在 他这局果报还没有结束 那么 这局果报局没有结束呢 有寿命 有温度 一定有事 那么 这个事是什么事 因为阿罗汉 已经没有前六事 那么 这个事就地宝 从阿罗汉 后来内经历里面 我们可以判断 他还有第八事存在 因为受软室这三个 一定要同时存在 那么 这个是说明 第八事是有 那么 我就讲这三个啦 持总心 义手为心 灭定有事 所以我们讲 虽然第八事的形象是不可知 但是呢 我们有情众生 的确实有地高性的存在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讲义第十八面 第三 英国法运 那么我们把这个标题 做一个说明 这个英呢 这是我们国所造作的 善恶业的业因 善恶业业因 那么这个国是果报 可乐不可乐的果报 那么英跟国呢 这个法是法则 御呢 是疲御 我们说明英国的法则 以及他所 这个 说出一个疲御 叫英国法御 法是法则 御是批语 那么在成文书里面呢 他就做了一个问答 问阿赖也是 为断为常 那么阿赖也是 就是我们第八事 那么第八事呢 是我们有情众生 生命的本体啦 所谓的因言利固 裂变为我们的 圣报的根深 外变现 依靠的环境 是我们有情众生 生命的本体 那么他的形象 到底是断灭呢 或者常驻呢 问了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回答 灰断灰长 以横转固 就是我们整个 生命的本体啊 它也不是断灭 但是它也不是 常驻的 那么什么理由呢 下面就说明了 以横转固 就是说明了两个 这个横呢 指的是第八事 它横长的相去 转指的是前后变异 它虽然横长的相去 但是它前后的变异 这个观念 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说明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的本体是第八事 它能够变现我们一起生命的一正恶报 那么就着它本身的 第八事的功能形象来说 它是恒常相续的 我们讲 前一首寄进 父生 一一首 我们一起的生命 结束以后 马上接了 又接了下一期的生命 比如说 你人到做了几次 做了几次的人 那么到了父生到做了几次 又生到天上做了几次 那么我们从无始结到现在啊 我们没有一个时刻 我们的生命是壮灭的 没有一个时候 这样子 不可能 前一首寄进 我们一个生命结束以后 马上又变现了一起的生命 可见的这个第八事的功能 恒常相续 恒 那么虽然恒常相续 它是前后变异 人有人的法界 畜生有畜生的法界 天有天的法界 即使你下辈子在做人 但是你下一辈子的果报 跟这一句果报决定不一样 对不对 你的正报的形象 你的相貌 你依报的环境 可能你这届子啊 那么持戒修复啊 你没有往生 你需要对手还是大副长者啊 也可能 你自己说转人生啊 多可能 你这果报就殊胜了 那么可见的怎么样 这个转的前后变异 我们的果报呢 它不是不变异的 虽然它是恒常相续 但是它前后变异 就转 那么这个是说明 第八什么 我们的生命体 它的真实相状 就是一个恒 恒常相续 转前后变异 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的说了 以下呢 我们再讲一些的说明 恒为此事 无始时来 一类相续 常无间断 是戒系生 失色本故 信间 持走 命 不失故 那么这个恒常相续 这个恒怎么说呢 就是说啊 第八是啊 从无始结以来啊 从我们一念不绝 我们有情开始 有胜命开始啊 它是一类相续 这个一类就是无迹性 它永远保持无迹性 那么无迹性就是说 它不起善也不起恶 那么它永远保持一个 换句话说呢 你照善 它也没有意见 你要拜佛 你要读送经典 你要慈悦 它没有意见 你要照善到遗忘 它也没有意见 它就是 把你的这个种子 给收集起来 以内 它永远保持一个无迹性 那么 相续的将所有 那么 常无无间断 那么从我们无始结以来啊 第八是的功能 恒常没有见断的时候 那么下面就以这个因跟果来说明啊 先说明它的果报的相续情况 是戒替神 施舍本故 他是我们三戒 六戒 四戒 整个生命一真二报的施舍的根本 就是说我们有情众生的一真二报啊 都是第八是所变现 第八是所执持 这个是所谓的戒系生 施舍本故 那么这个是就果报来说 它是常在 常住的 第二个 信间持种 令不知故 这个就是因地 那么第八是的功能呢 它的体性特别的坚固 它是永远不会被破坏 乃至于你知道的无想定啊 灭定定啊 第八都在的 那么它能够支持我们的 善恶的种子此令它不知不往 那么这个是说明 在果报 在果报来说呢 它能够变现 能够支持我们一起的果报 就在因地的种子来说呢 它能够支持我们 无始绝以来 所有善恶的种子 所以它不是不往 所以这个称为地报 只是恒 恒常相讯 那么下面说明转 转为此事 无始时来 念念生灭 前后变异 因灭果生 会常一故 可谓转世 新城总故 那么这个转 是所谓的前后的变异了 也是分成因果来说 先说明它的果报的转变情况 为此事 无始时来 无始绝以来 这个第八诗呢 这个有情众生的诗 跟我们众生的佛性又不同 佛性是不生不灭的 只要讲到这个诗 这个众生的群世 都是有生灭相 所以讲 它的生灭相即使在维系 但是它毕竟还是属于 念念生灭的 这个生灭 一下子生 一下子灭 它的生灭 那么生灭相就是表示 它前后变异了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这两个地方是这种 出的生灭 比如说我们第六诗的生灭 我今天啊 有人赞叹我们 告诉你这个人 真的是有道德了不起啊 你这个欢喜心 这个心就生起来了 那么人家一回报 你这个人啊 怎么怎么的不好 欢喜心呢就灭掉了 起由代字就是一个 称慧心就生起来 所以我们的心呢 欢喜心生起来 欢喜心灭掉 称慧心生起来 称慧心灭掉 是我们的心是生灭的 那这个是从第六诗诗 这样看我们很清楚的 那第八诗就很为奇的 它也是 念念的生灭 情后变异 那么 因灭果生 这个因灭果生怎么说 这因是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 它变现果报的时候 这个种子有它的功能势力 那么这个种子才灭 种子才灭果极 生起 果报马上就生起来 你这个种子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 你过去十五届时善 你造的是人造的种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种子它 你第八诗的种子慢慢的消失 这一期的种子慢慢消失 那你这个果报就慢慢的显现 慢慢的显现 一直让你这一题 你过去所造的这个种子 全部消失完了 功能都没有了 你这一期果报就结束了 你又离开这个世间 那又到 又到下一个 你的果报去投胎 所以在这个情况呢 因灭果生 非常一股 它不是恒常不变的 这个五场啊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是败坏五场 这败坏五场是比较粗的来说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啊 他出生啊 那么经过几十年以后他死亡了 这个人无常啊 他败坏了 他整个圣经世界败坏 那么第二个叫刹那五场 这个刹那五场就维系了 就是说啊 我们每一起的 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啊 不管是我们的设法 我们的心法 都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的自己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 我们这样看啊 好像他不变了 事实上这个讲堂 他的每一个结构 他的这个 他的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电子子子宗子啊 他也是刹那刹那生命 从他代表开始啊 他就往这个破坏的这个路线 慢慢的去 这样走过去了 那我们的正报身心世界也是这样 我们从这个生命开始啊 这个种子啊 一直放出能量啊 来支持我们一起的果报啊 这个种子只要这个电子放完了 你就是 你就是不能不离开这个世界啊 业力要推动你离开 所以说啊 我们整个生命世界都是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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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电影啊 那个底片啊 这个底片就是我们 比我们的种子啊 这个底片呢 很多底片啊 他快速的运转 那么显现出整个电影的影像出来 这个人到哪里去了啊 他做什么事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种子呢 他的功能 阴灭果生 他刹那刹那的消失 果报 刹那刹那的显现 在这个地方讲 他是阴灭果生 非常有功 刹那无常 我们从刹那无常 我们可以体验到 真的是诸法无我 一切法都是阴灭所生 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可得 那么这个是从果报来看啊 下面从印第来说呢 怎么叫转呢 可谓转世 宣传总部 那么他可以 做这个全期转世 这个转世是全期世的 他是从第八世所转生 叫全期转世 那么他可以做全期转世呢 欣喜而成就种子 所以他是无常 这就要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第八世呢 他所含藏的三个种子 那么只要这个种子 他还没有升起现行啊 他这个种子的势力 都可以改变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如果你有一个人啊 他这个过去造了很多的杀业 那么他来到这个世间啊 注定啊 他这个势力啊 他就是要短命多变的 他这个第八世的种子就是这样 所以他显出的象状啊 你给他算命 这个人是短命多变的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佛法人们改变 你可以改变 你忏悔 持戒 放生 修复 你看了 黄世纪就是这样 那么 他不断的去 忏悔他的这个过去的杀业 一方面放生 一方面持戒 诶 这个时候呢 以忏悔的力量 把他过去这种 这种 这种这个杀业的势力 折损了 这个忏悔 我们过去受过 忏悔能够折损我们过去的 恶业的势力 一方面这个时候 他积极地放生 持戒 那么 去增长他第八世里面 善种子的功能 把他增强 增强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他以后的生命就开始改变 因为他的种子 被你改变 只要这个种子还没有升起现行 都能改变 你可以靠着你今生的造作 来改变你 库存在第八世里面的种子 把这个二月的势力降低 把善业的势力 把它增长起来 所以讲啊 可谓转世形成种子 这个种子是 也是可以欣喜而成 不断的 转变的 那么这个转变等于是 包括果上 它所变现的果报 目前后转变 那么这个硬力的种子 也是全全后转变 那么下面就做一个总结了 恒严这段 转表非常 猶如暴流 因果伐额 那么恒呢 它是遮止我们这种 因果的壞灭剑 一个所谓是 人死如灯灭 就是斜剑 第八世道是恒常不变的 你这期果报结束了 前一首寂静 附身以一首 又变现一句果报 所以讲恒 恒常相续 那么转变是表示非常 这个果报 我们的果报 我们的硬地 都是可以靠着我们修行 来转变的 它不是常驻的 那么下面就做一个比喻了 来说明恒转 那么比喻做什么呢 好像这个暴流 这个急速的水流 那么这个水流呢 前后相续 没有间断 比喻这个第八世 这功能是恒常相续 你看这个水流啊 你分不出说 这个是前面的水流 后面的水流 这个水都是相续的 绵绵绵绵绵的 恒 前后相续 那这个水流呢 它产生的波浪啊 前后变异 前面的波浪大一点 后面波浪小一点 比喻我们这个 每一个果报呢 不要讲说 我们下一辈子果报比啊 你今生的果报就不同了 对不对 你有时候 这个印记比较好 有时候印记比较不好 那么我们这个果报呢 都是刹那刹那生命的 所以讲呢 前后变异 那么因果法尔 那么我们从这个横转啊 如暴流啊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整个友情众生啊 他生命的本质啊 就是不长 又不断 这个是佛法的证件 那么不断灭表示说 因果丝毫不爽 因果它是 绝对没有断灭的 我们因果啊 我们的生命体啊 你造的业 一定要去传说的 不断灭 那么不长呢 表示法性本来空气 那么既然一切法 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字体 都是因而有啊 那么不长表示 这个因果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创造的 所以佛法不是宿命论啊 佛法是告诉我们说 你今生拿到这个世间 你会贫穷 会转命或者富贵 的确 你有这种趋势 你有这种趋势 但是不一定会这样 不一定 我曾经看那个谁啊